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痛苦的根源 其实真正捆绑人们无法脱离轮回的 是来自于对自我的执着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拥有什么 而是在于当拥有之后 内心是否舍不得放不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想要追求的目标 就像当一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 或许生活目标就只为求生存 可是当衣食温饱之后 就开始对现况感到不满足 认为必须拥有更多的财富 才能够得到内心的成就感 而等到真正获得财富之后 却又会产生其他的欲望 可见得人们对于世俗欲乐的追求 是永远都没有止境的 因此真正捆绑人们 无法脱离轮回的原因 就是来自于对自我强烈的执着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拥有什么 而是在于当拥有之后 心中是否舍不得放不下 此外 由于人们并不清楚 轮回的真相 以为可以从追求欲乐之中得到快乐 可是只要投身在这个时间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痛苦的日子就已经开始了 虽然大家都认为 庆生是件快乐的事 却不知道生日就是痛苦开始的日子 因为当出生之后 痛苦与烦恼也就随之风有而至了 毕竟无论再有福报之人 于一生之中都不免经历 来自于身体 心理 与人事环境等各种痛苦 以及面对学业 事业 感情和人际关系的种种磨难 因为轮回于六道之中 是没有不痛苦的 即使身为天人 也有福报享尽而下垛之苦 如果不与此生修行解脱 轮回将永远都不会自动停止 三恶道所受之苦 观修六道众生所受之夜报 可以让我们能够有所警惕 其中以受苦最剧烈的地狱道众生而言 是由于过去时称恨之习性 造极众恶业所感召的果报 所以在地狱道中 无时无刻都得受到极热或极冷之苦 以热地狱的热度而言 就如同质地坚硬细致的檀香木般 所燃烧之火焰非常猛烈 比起人间的檀香木 其热度不知要高出千百倍以上 所以只要堕入热地狱中 身体就立刻会被烧焦 但是却永远都不会死亡 至于冷地狱里的众生 则必须忍受天寒地动之苦 不但没有衣服可穿 血肉又比我们细致 就像是婴儿的皮肤一样 因此对于温度非常敏感 投身冷地狱里的众生 皮肤上会结上一层冰 再裂成许多碎片 使得皮肉完全干裂 然而由于业力之故 却永远都不会死亡 只能够长节忍受极冷的煎熬 至于投身轨道的众生 所受的痛苦也是无止尽的 尤其是恶轨道众生 由于生前为人迁滩 永不知足 对于金钱财物 又特别贪恋 而且经常障碍他人 不失供养 所以才会投生于恶轨道之中 百千年也得不到 任何一点食物和饮水 恶轨道众生的肚子 就像山一样大 喉咙却像针一样细 即使得到食物 也无法下咽 倘若勉强将食物吞下肚 到了肚子里 就立刻化成火焰 燃烧整个身体 其痛苦程度实在无法想象 而投生畜生到的众生 从一出生开始 就得面临生存的危机 心中随时都充斥着 弱肉强食的恐惧 倘若投生为野生动物 就会面临互相残杀 以及毛皮骨肉被猎杀的命运 若是投生为家禽或家畜 则有受人意识或被窄杀的命运 这些都是由于过去时 自私自利 不懂因缘果报的定律 也缺乏自省能力的结果 由于于吃无至 而造作下朵畜生道之恶业 六道轮回之中 虽然也有福报较好的三善道 然而以人道而言 人们从出生之前 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 就已经会有痛苦的感受 当母亲吃下冰冷或滚烫的食物时 胎儿就会跟着有忽冷忽热的感觉 而出生之时 也会受到产道窘迫之苦 等到出生之后 又随时可能受到疾病的侵袭 天灾人祸的威胁 以及各种传染病的感染 也可以说 无论出生在什么地方 都无法避免身体所造成的 种种问题与困扰 此外 于成长过程之中 又得面临来自心理的各种压力 其中包括学业 工作 感情等问题 而当夜报成熟之时 即使请来最好的医生 用最好的药品 得到最好的照顾 也无法避免死亡的到来 很多人认为 只要拥有越多的财物 生活就会越有保障 其实不见得 因为当成为有钱人之后 有时心中反而更加感到恐惧不安 随时担心会遭受他人的算计 结果过度保护自我 而让自己生活上处处受限 可见得 无论是再多的钱财 与再大的权势 都无法换取 内心的平安与自由 观修轮回之意义 由上述可知 若只为贪恋世俗享乐 而不思维轮回之苦难 将永远都沉沉于轮回之中 受苦报 所以真正的出家人 就是由于明了轮回的过患 而产生对世俗之出离心 从此剔除病法 穿上佛陀的法衣 表示愿意断除 对轮回的贪恋 与执着 真正寻求内心的自在解脱之道 而众生之所以无法感受 轮回之苦 就如同将一根毛发 放在手掌中 并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如果把它放在眼睛里 就会感到非常刺痛一般 相同的 众生由于内心烦恼粗重 所以根本就感受不到 无常的逼迫与痛苦 然而诸佛菩萨 由于内心细腻 柔软 而且能够洞悉因果 对于清净业力 守护身心 便十分慎重 心中对于轮回的过患 更有如 盲刺在背般的 随时都能够加以警惕 因此 观修六道众生 受报的情形 就会对轮回过患 有更透彻的认知 明了与此生 出离轮回之网 并非只有出家人 或修行人的事 而是只要生而为人 就得思维学习 为自己的生命 找到出路 至于观修 轮回过患 有何意义 又能够产生 什么样实质的力量呢 所谓观修 是指 依照四种转型思维 使人们产生 实修佛法的信念 对于世修 才会真正产生 燕尼的力量 就像如果明明知道 是毒药 又有谁还会去服毒呢 相同的道理 若明知 轮回的本质 是痛苦的 又有谁 还会去追求痛苦呢 然而修行学佛 并非只有靠打坐 诵经 持咒 就可以远离痛苦 消灾 免难的 只是 人们即使愿意相信因果 也知道世事无常的道理 但是 若对于世俗的欲乐 依旧贪恋不舍 虽然表面上像是在修行学佛 但事实上 却只想在轮回之中继续享乐 而不是真正想要跳脱轮回之苦 因此 透过轮回过患的描述 就能够明了轮回的自然法则 而修行佛法 并非特效要 可以马上立竿见影 唯有依照佛陀正法 按部就班的加以实修 才能够远离过去所有障碍 得到未来圆满的成就 此生 我们有幸生于人道 得到珍贵难得的人生 又得到如此殊胜可贵的解脱法门 可以说是世间上最有福报之人 因此 应该珍惜护念此生 所谓护念此生 一则应该运用身体 而修行解脱轮回之道 因此必须保持健康 但是也不能够自意放逸 或是过度保护自己的身体 否则反而会因为太过执着 而使得自己变得更加自私自利 离修行解脱也越来越遥远了 世界上每个人都由于业力的驱使 而产生轮回生死的现象 因此即便是最细微的动作 也都将会孕育出属于它的结果 就如同只服用微量的毒药 也可能立即致命一般 因为只要页缘成熟之时 就是接受果报日记 过去佛陀曾经开始 现在的你 就是由过去的你所造的 而未来的你 则是现在的你所做的 可见得 世上任何人 都无法代替其他人受报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自己受报 因此唯有靠自己 一步一脚印的修行 一点一滴的放下对于自我的执着 才是最安全可靠的解脱生死轮回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